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奇权报局》 有整个星期没有见到大家 我放假,星期三特别直播 自从上个星期五之后,就整个星期没有见到大家 在讲大事之前,略为讲一点点 上个星期五先和你讲的策略 上个星期五,基本上我自己觉得 大约在24,300大约以下是抵博去做24,600的期权 如果24,400以下,就是要进一步 要穿上当天15分钟才抵博 事后回来来说,上次见大家 那时是3月24日 那时来说,市就略为在24,400这些位置增持 跟着,在今个星期一来说,市就抵博了下来 其实一开波,市已经抵博到24,300以下的位置 比我说的位置24,300以下 再低一点点 因为最低的情况来说,曾经去过24,148点 那时来说,如果根据策略 是long call 3月份24,600的期权来说 其实在结算之前来说,最高弹到24,505点 那有没有剪刹来说,基本上我通常来说 是两个情况 如果那时,其实最低位是24,148点 我就没有说到这么低位 因为一般来说,有跟开节目 或者听我说了就知道 通常在结算之前,即是波浪 我们叫做月尾浪来说 我自己在恒西架选择方面来说 一向都没有那么进取 一般来说,我选择大约200点恒西架 所以你看你是哪个位置 那时,如果去到24,200以下这些位置 我拼的话,我不会选择24,600的恒西架 我只会选择24,400的恒西架 因为是加了200点 那如果在24,200以下去开 选择24,400的恒西架 那一定是由价外变价内 一定是赚钱没问题 那问题来了,假设 你真的在24,300以下 选择24,600的恒西架 最高位不到24,600 那你平仓 你不平仓的问题 不平仓的问题 那这样东西 我亦都经常到 在说了那个时候 跟大家提及到 做Long Call 的话 一般来说 我选择了一个恒西架 例如,我当了 你真的选择24,600的恒西架 那基本上还有大约 一百点到达 目标价来说 我基本上都一定会做一个 叫做推子站的动作 即是换句话说 雪国市队到24,500 樓上的话 我已经会开始触发 一个叫做推子站的机制 当然 最理想 去到24,600樓上 較外变較内 平仓就完美了 但是 都是那句 不是一定要这么理想的 万一 你去不了那个位 如果市 回头 因为我选择24,600 就一定是 我预计这些位置有阻力的 你去到这些位置 一回头的话 基本上我在赚钱的情况下 一定会断的 所以正常来说 无论你选择 你选择24,400 就一定会赚钱的 如果你就算24,600 的话 我会做一个 叫做推子站的动作 去赚钱 但是结算之前 因为我选择恒西架 没那么进取 所以通常来说 大约是 只差一百点的时候 我就会做一个 推子站的动作 但是平时来说 如果选择六百点 至八百点 行使架的情况来说 距离我目标价位 差二百点 我都会做一个 叫做推子站的动作 最主要是这样 和你回顾 现在去回 整个星期 没有见大家 市况又开始 有所变动 整体来说 其实市近期来说 比较静的 基本上都是这些 一个区域 做24,100 至24,500 这样的位置 去做一个 叫做 牛皮 横行的动作 符合我之前所说 基本上我预计了 在三月尾之前 市是相对性来说 比较静的 我亦都预计了 是正式的市出现突破 是要到四分的时候 才会开始 会有机会出现 一个正式的突破 这个基本上预计了 再拉近一点 在这几天 最近的三天 三四五 市由顶 24,500 到两万四千点 前前后 大约四百点 这样的位置 现在最新的市况 如何呢 最新的市况 又是那样东西 刚刚过了期指结算日 昨天就是期指结算日 我会拘捕转仓水平 去和大家做分析 如果拿回转仓水平 转仓水平的顶位 就是二万四千五百零五点 即是今周三的高位 如果转仓水平低位 其实就是三月二十七六 才是一个低位 就是二万四千五百零八点 这个转仓水平 我会通常是 按照每一个月的 阻力支持位置 突破边边的市 就短时间里面 有机会向边边走 那 问题来了 今天 收市价 堆穿了24,148 最低去到24,094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其实完成了第一步 收市跌穿24,148 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未来来来说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再堆穿24,094 即是堆穿一点都好 那个市 短期来说 向下再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相对性来说 比较大 但有几样东西要留意的 第一 首先大家都知道 林感一个叫做 就是大家近期来说 A股放价 香港来说 都是有个叫做 隔期的气氛 再加上就是近期 其实市场上 都是等待一个 进一步的消息 等到突破 所以其实这一段 如果就算堆穿24,094 基本上 我自己 是有点心理准备 市会有进一步 向下调整的空间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做一个 看跌的动作 我自己来说 就是这样 因为大方向来说 大家要知道 我 在今年来说 看过市 是看得很好的 基本上我预了今年之内 是有机会升到2,800 问题就在于 现在这一转来说 究竟它是就这样 破伤2,800 还是会先回调再破伤 是一个问题 但是大方向 既然看好来说 整个 整年的操作来说 更可能 你都是要找位去做好仓 至于做淡仓 相对性来说 你就要谈慎一些 所谓回调的 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预计比较 重要一点的支持 就是之前 和大家提及得好 就是23,423点 就是3月10号 星期五 那个低位 这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 如果真的有出现调整的话 你弄上这个低位 是受得住的 最多是略为跌穿少少 但是不会大幅跌穿 所以如果是部署 一个比较相对性来说 中线少少的策略部署来说 如果靠近这些位附近 去做一个好仓 直播到越高 现在的情况 现在 好像今天这样 最低都是接近24,1 距离23,4 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那你现在这一刻 去做好仓 相对性来说 就是作为一个中线 级的动作来说 直播率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 几样东西 如果 他 刚才说过 24,094 这个位置 短时间有进一步向下 调整空间 但是 我不会转动做淡仓 但是你知道 它进一步向下 做向下空间 但又不做淡仓的情况 比较理想少少的策略 等 等我再回低些 然后 我就会做好仓 回低些 回到哪里 有几个位置要留意 刚才说 23,423 我自己觉得 如果真的调整的话 比较中长线 少少的支持位置 但是 次一等的 比较短期少少的支持 就是之前大约 这个列口低位 23,800至23,900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 首先 就是 这个位置 就是 靠近 50天平均线 和日下列口之前 和刚刚就在我这一组 多重移动平均线的位置 附近 所以 这个位置 我觉得 支持的作用 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的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如果市场 真的再中一步 对穿这个低位 大家 可以留意着 大约这个列口的位置 23,800至23,900 通常我大约 去到这里 我会留意即时反应 但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 你稳固一点 去到23,800 做好仓 去做一个shortput 的动作 而这个shortput 选择行使价 自然地 我说到23,400 这个支持那么重要的话 那你shortput的行使价 自然地就选择 行使价 一定要低 23,400 的位置 那你越松一点 大约23,000 左右 我觉得都OK 跟着 在这些位置 分住 去做shortput 就会是一个比较中线的策略 会比较好 但是 如果说 去再堆穿 那因为 最沽 那波路没有那么高 因为 大约去到23,800 以下 我已经做一个分处 去做好的动作 所以就算堆穿的话 如果你真的想沽的话 只移是做一些 叫做很极短线的动作 那你现在是3月米 第四月头的情况 如果你做继续 南部的期权 相对性 你比较金 比较大 那你就算真的追沽 就是堆穿24,094 你一定是估其次 一不对路 立刻要指示 或者是你做一些 红正的动作 就算了 但是我不鼓励这样做 我都是傾向侯低 去做交流 比较理想 那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他不堆穿24,094 在下星期一开出来 还未对穿24,094 你可以拼在24,094 这些位置 是拼的 一对穿24,094 立刻指示 很强调的 你说最稳固的 对穿24,094 再穿15分钟底的位置 但未对穿24,094之前 你可以尝试 在这里做一个 撈底的动作 拼它不跌穿 但一跌穿 记住一定要照指示 如果你拼它不跌穿 的话 因为你是很恨心和自己说 一对穿24,094 你会止损 你可以有好几种做法 炒期之后 可以买牛证贴价 对穿就当自动止损 或者做long call 的话 选择行使价 选择四分 24,600点的极权 大约都是一种做法 看你自己 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做这个动作 刚才说了 一连串那么多策略 你说 有些短线的 贴少少少 或者中线少少 你说你不是那么留意股市的情况下 最简单 都是弹曲跌穿 猴低 在23,800厘下分处 做出一步 会比较稳妥少少 最主要的策略是这样 下个星期一 见大家 那时就再进一步 和大家跟踪 今天就先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